就是我表演是想要為了表演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開心也好 或是說有一些啟發也好 或是說有些點觸動了他的一些傷心的過往也好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留給這個世界一點點東西 或是有一些些共鳴 然後讓自己覺得自己回過以前的東西 還覺得說自己好像還是個那麼一點點有用的人 你們這一家站出來全場都讓你們給震驅了 今天一塊錢去買 明天一百塊賣出去 這麼迷人的遊戲誰不喜歡 來來來乾杯乾杯乾杯 上面夫人在賣散 下面官員還討紅包 這個面子能不做嗎 您看 菩薩幫夫人打災了 謝謝平安 睡睡平安 睡睡平安 就覺得這個本看完一氣 看完了之後一氣呵成 覺得就是好過癮 然後我覺得雅澤把這個本寫得很好 對 所以光看都覺得 就是好精彩的故事 對啊 裡面的情節 所以就很想要挑戰 就他的複雜 他的層次 他的難度吧 還有就是跟以前的角色會完全是一個很大的反轉 對啊 對 他比較像是多年後 然後又再回去把劇場以前學到的東西拿出來用 然後用 就是用比較外放的方式去展現唐妮這個角色 但是 就是我想要把過去這五六年就是拍冰毒啊 佳健瓦城的那種 那些作品裡面學到的那種很寫實很真實的內心情感這些東西 放到就是這種外放的表演裡面 就是說讓這個角色的裡面也是很飽滿的 因為我最早想要表演的那個慾望是發生在很小的時候 大概六七歲心裡面就有這樣子的渴望 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欸 我覺得就是天生就喜歡這樣子的東西吧 對 只是但是那過程很曲折很漫長 因為我 因為表演的類型跟種類很多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到底自己最喜歡跟適合什麼 所以最早會從 比如說先從跳街舞開始 以一個舞舞者的身份去試這種舞台表演 然後後來接觸了劇場 但是又覺得還想再去嘗試更多的 後來才到了影像這樣 後來才找到電影 我覺得電影就是涵蓋了 比如說劇場或者是音樂 舞蹈 服裝 美術 各方面 其實其實我總誇來講我是喜歡藝術的人 劇場因為因應他環境跟他場域 比如說可能跟劇觀眾很遙遠 所以你的聲音可能要很大聲 然後你的動作可能要比較大 而且他可能一演少則時常 多則一百多場 所以每一次你在台上的時候 你沒辦法把握說每一次都是那麼的真情流露 可能一百次可能會有兩三次說我真的很沒有感覺 但劇場有劇場的有趣的點 但電影的話當然因為他更細緻 他可以focus在很多面部的表情 所以相對來講他需要的真實性很高 他需要你在很多當下是真的是很真實的 對啊如果你稍微有一點假或什麼 其實就會蠻容易被發現的 看劇本的時候是就覺得完全 完全對唐寧這個角色需要做很多的時間去做功課 因為距離我的世界真的是太遙遠了 這種勾心鬥角然後上流社會的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去做很多的準備 比如說他在外在上需要哪些技能 比如說他會講粵語 然後我也特別找老師學了大概三個月的油畫 然後學怎麼泡紅西吐咖啡之類的 劇本裡面有講的東西我都列出來 然後至於角色的內在的話 導演會叫我去看張愛玲的金索記 去瞭解金索記裡面的那種 大家庭裡面的那種勾心鬥角那種氛圍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一直看劇本 然後去想辦法去揣摩跟想像 我覺得因為這個角色他太變態跟太扭曲了 他所承受的痛苦或他所在的世界 面對母親的利用背叛 然後包含滅門事件的發生 其實整部電影是唐寧他一個覺醒 逐漸覺醒的過程 逐漸發現自己不適合或不想要在這樣的事 就是沒有愛的世界裡面存活玩這些遊戲 所以因為他太痛苦 所以我在拍攝當下也都是承受蠻大的神奇壓力很痛苦 對 就是每天拍完回到飯店都很想哭 然後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但是又不能夠在晚上發現 因為我的戲幾乎我的戲都是大哭大喉大叫瘋狂 需要體力 需要專注力 然後我的眼睛 我不想在現場的時候眼睛很腫 或是哭不出來 所以我要把那個東西累積到拍戲的那個時候 比如說跟母親爭執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要利用我類似那種東西的時候 就讓他一次就是傾斜了出這樣 非常憂鬱啊 然後因為非常好體力跟精神 所以我開啟了那種非常時刻的各方面的機制 我的意思是說 我就盡量在片場或在私底下 我都不跟任何人接觸 或者是聊天吃飯 要節省體力跟精神 都是一個人外出行動 對 然後就一直在看劇本 跟自己在飯店裡面排練 然後想辦法就是控制飲食控制睡眠 對 吃得很健康 盡量在有限時間內睡得很好 因為我是真的蠻怕我會倒下 或者是生病 因為那個體力負荷真的是蠻重的 還有就是精神上面的那個壓迫跟那個壓力 我覺得就是蠻恐怖 我怕我會生病 對 我覺得我算是從小到大 看那種港片 或是看港新演戲長到大 很多台灣人應該都這樣嘛 早期那種TVBS港劇啊 然後就覺得 那香港演員明星巨星都讓我覺得 看到他們都讓我覺得 有一種看到小時候偶像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很棒的是 看到這些訓練有素的 香港體系出身的這些演員 如何在片場stand by 如何在片場上action的時候就是演戲 我覺得他們就是非常有效率 然後很多東西快很準 就是長期看得出他們訓練的那種過程 我覺得蠻好的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跟母親唐妮這個角色 忍耐了很久 然後借酒 借著酒精 然後一次來質詢母親多年來 是否對他只是把他視為一個利用的物品的那一場戲 對 就是那場戲鏡頭算是一鏡到底 所以我們兩個人就盡情的打啊推啊罵啊哭啊 然後導演跟攝影來抓我們 對那個還蠻激烈的 對他的身上也有一些之前 他應該就是在大陸拍蠻多電視劇的嘛 也看得出來他有天分 然後有片場的拍攝的很多的經驗 對很穩定 彌陀計劃落點拍板 那座菩薩就身關懲罰了 他在偷聽我們講話啊 你怎麼那麼死 當你拿了一堆黃金馬來的地 最後卻變回一堆塞 你氣到想殺人 那也沒鑽喜啊 開發的順序被你這麼一調動 你知道有多少錢被你掏在那裡嗎 不行啦 我處理了齁 搜索作案的手法非常利落 你可以幫你資料告訴我嗎 我媽特別要我送破產來專辦公室 保佑你的勝利破案 還是你最乖的 怎麼樣都不可以分開 那不都是你廢的 都不啊 你不要生氣我 我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不會為內吼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身不由己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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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人 對 可是我覺得 可是他卻是 其實他是這三個女人裡面 唯一一個 比較正常 唯一一個有愛 然後 比較善良的人 其實 但也就是因為這個點 反而讓他是最痛苦的人 可是他最後卻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勇敢的決定 也許他找到了他的自由 所以也許他是 某個程度上他是幸福的人 我覺得就是在沒有機會 或者是說譬如說 沒有還沒有經紀公司 或者是說 的狀況下 如果你很有興趣 我真的 我覺得就是你可以 去找老師或去劇團上課 先去了解就是表演的原理 或者是練習一些表演的技巧 然後 如果你 預算沒有什麼預算的話 其實現在網路很發達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很多 國內外 的一些教表演的一些影片 可以來看 甚至有些是國外的大師 他把影片分享出來 那我覺得如果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半工半讀 打工 然後很辛苦的狀況下 你還是一定要去上表演課 然後回到打工很累了 回到家 你還是要練習的話 你已經成功一半了 因為所有這些磨練 都會是你以後 當演員的一個過程跟一個養分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持續進修上課之外 也可以就是去嘗試 比如說去劇場演出 然後或者是演一些 學生的一些畢業製作 也就是說你私底下 有一些這種課程上面的 技巧上面訓練 可是你戰場上面 實際上的那些操作也很重要 我自己的話我會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回到 六歲的我 就當初為什麼會渴望 然後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當然都不知道什麼是獎項 或是也不知道這些評價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是要回到一個 最初最熱忱最單純的狀態 就是我解釋目前為止 我還是對戲劇表演 或是藝術這些東西 擁有很大的熱忱 而這些東西是如此浩瀚 永遠都學不完 所以回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 我就會活得比較自在 跟比較健康 然後 就會回到表演本身吧 回到自己是真的想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想要藉由這個東西 來跟觀眾溝通 就是我表演是想要為了 表演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開心也好 或是說 有一些啟發也好 或是說 有些點觸動了他的一些傷心的過往也好 我覺得這是我 想要 留給這個世界一點點東西 或是有一些些共鳴 然後讓自己覺得 自己回過以前的東西 還覺得說 自己好像還是個 那麼一點點有用的人 對啊 非常開心 我覺得就是 台灣電影有越來越多不同的類型 然後 但是小心心也很好 我覺得就是 真的非常開心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喔 各式各樣沒有嘗試過的角色 而且不限國籍 不限語言 從 哈哈哈哈 眼外心眼也可以 我覺得就是想要多分別嘗試吧 我覺得人生短暫 人生有限 我覺得都是看緣分耶 但我覺得我蠻想嘗試的東西 反而是 希望 比如說像以前有舞蹈經驗 所以希望可以嘗試一個歌舞片 或跟舞蹈有關的 又或者是說 各種反差大的吧 對啊 正在《雪觀音》裡面 其實我們所有演員的走位都蠻多的 尤其是在唐家裡面 對 那種複雜的走位啊 記憶點就蠻像舞蹈的 還有就是 跟 在店裡面有幾場比較激烈的情緣戲也是 對 就是在拍之前有跟導演討論 是不是說 拍親熱戲的男演員可以找舞者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街舞舞者 其實我對肢體的接觸 碰觸或互動是不會害怕的 對 然後所以導演也覺得這樣蠻好的 所以開場的那場戲 他就找了台灣的兩個現代舞者 對 的確合作起來就非常的自然 非常順 因為 就真的很像跳舞 然後大家在現場都很自然 對 然後 甚至在討論 現代舞作品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對啊 所以合作起來就完全不會尷尬 我覺得我的信念 比較像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 就是 只要我 很誠實的問我自己 我 到現在為止 我是不是還是對表演這件事情 充滿了熱忱 我還是對他有 無窮無止盡的 渴求 想要知道更多的慾望 我覺得我就會繼續表演下去 然後再來 只要 觀眾喜歡 喜歡我的演出 喜歡我的作品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觀眾的鼓勵跟支持 我覺得也是我想要走下去的動力 對二十歲的自己會想要說就是 既 加油 你現在那麼辛苦 所有你所經歷過的 所受的苦 然後委屈 然後或者是 各種折磨 磨裂也好 其實那些都是 破的 那不一定是失去 而且那都是 你的養分 對啊 嗯 嗯 我覺得我蠻想挑戰 比如說 呃 美國華裔吧 呃 或者是 或者是 呃 到土耳其旅遊的人 之類 要講土耳其文之類 用大學主修土耳其文 應該說 以前花了很多寶貴的生命時間 學的東西 希望可以用上這樣 華裔的話是 我們大家都學英文學很久 對啊 就覺得蠻想去嘗試 對 然後再加上我今年五月 有去紐約那邊 進修一些表演課程 然後我覺得 他們那邊的表演系統 或整個產業都蠻有趣的 對 蠻想跟那邊的 呃 的工作人員合作看看 呃 電影對我來說是 呃 讓我 可以繼續去 呃 探索跟了解人性 甚至是 繼續 學習 跟呃 呃 求知 各種藝術 種類的一個 太棒的一個 媒介 演戲對我來說 是一個開心的事嗎 是啊 就是我的熱忱 我的志向 一輩子想做的事情 只要你把誰做 他要討出來 我在家裡還可以 保安 你做事不當不正 找個舊班的 再跟我聊吧 好了 你當這是什麼地方 你當這是什麼地方 我心裡不會一招 笑到最後 我剛才才是贏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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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